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在苹果手表上面使用听写备忘录 之前已经有拍过一部影片教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使用听写备忘录了 也就是用语音转文字的这个功能记录备忘录 那我们今天要来记录手表的版本 那这个部分对苹果手表使用者会非常的方便 因为这样子你就不用拿出iPhone就可以直接记录备忘录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写完之后要怎么使用这个Apple Watch上面的听写备忘录 也就是在你的表面会有一个捷径 那你按下去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听写文字 听写完之后它就会自动输入到你的手机上面形成备忘录 那今天我们一样要用到iPhone里面内建的捷径这个程式 如果你还不知道捷径是什么的话 它就是iPhone里面一个强大的工具库 但是在我们打开捷径之前呢 我们先到备忘录里面先新增一个资料夹 这样子你在手表上面新增的备忘录就不会跟你平常打字的备忘录混在一起了 所以先打开你的备忘录 然后按这个档案夹的部分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资料夹加号 这样子你就可以新增一个资料夹了 那例如说我现在新增一个资料夹叫做Apple Watch备忘录 像这样子就是AW备忘录 然后我按储存 那这样子它就会新增一个新的资料夹了 接着呢我们就去找到捷径这个App 然后把它打开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加号 在这边 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新增动作了 那第一个动作我们要新增的是听写 那这边呢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听写文字把它点进去 接着呢按一下这个显示更多 这边呢你就可以把语言切换成中文台湾 或者是你的语言是英文的话 你就可以停留在英文 那下面这个暂停聆听呢 它基本上在Apple Watch上面是不适用的 所以这一栏你就不用去做调整了 那接下来呢再按一次这个加号 我们要新增第二个动作 那在搜寻栏呢搜寻制作备忘录 这边制作备忘录把它加进去 那它就变成使用听写的文字制作备忘录 下面有一个显示更多把它打开来 那这边有一个显示编写工作表把它关起来 然后这边有个档案夹把它点进去 这边呢你就可以去选取你刚才新增的那个资料夹 那我们刚才取名的是AW备忘录 我就点这个 那它这边呢就变成使用听写的文字 在AW备忘录制作备忘录 那这样子的步骤其实就写完了 那接下来下一步呢 我们要点这个三个点点 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捷径名称的部分呢你就可以自己取名 例如说我现在取一个苹果手表备忘录 然后右边的这个icon呢你也可以进去选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一个黄色 然后图形你也可以自己选 选完之后呢按完成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今天的重点 就是你的显示在Apple Watch上面必须要打开 这样子它才会出现在Apple Watch上面 完成之后呢按一下这个完成 然后再按一下完成 这样子这个捷径就写完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手表这边 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把备忘录打开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测试 然后再来呢就进到手表这边 我们先进到App的部分 进去App之后呢找到你的捷径 这边这个icon在这边 点进去之后呢你可能要等它几秒钟 让它同步一下 它才会出现最新的捷径 出现之后呢你可以决定一下 要不要把它加到你的表面 因为在表面呢 你就可以很快的使用这个功能 那要怎么把它加到你的表面呢 首先呢先回到你的表面 然后呢长按你的桌面进入编辑 然后这边有一个编辑把它点进去 之后呢你往左滑 滑到有一个项目叫做复杂功能 那这边你就可以决定一下表面的哪一格 你想要把它改成刚才的捷径 那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改下面这一格的话 我就按一下 接着呢它就会出现很多项目让你选 你就往下滑找到捷径这个项目 那在捷径下面呢 你应该很快就会看到 你刚才写好的那个捷径了 那我们刚才命的名呢 就是这个苹果手表备忘录 那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捷径的话 代表它没有同步成功 所以你就要到捷径那边 让它等个几秒让它同步 那顺利找到你刚才写好的捷径之后呢 就点一下 然后它就会出现在你的表面 上面的下面这一格 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这个听写备忘录的功能 按一下这个捷径 然后它会问你要不要执行 那你就点执行 现在呢我们在测试这个苹果手表上面的 听写备忘录 能不能够正确的听写 我现在正在讲的话 然后结束之后呢 按一下完成 这边有个完成 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传输到你的手机上面了 那刚才呢我是需要跳出去 然后再跳进来才能看到最新的这个备忘录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让它做一些动作 让它进行同步的这个动作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版本呢 会比单纯手机上面使用听写备忘录更加的方便 如果你是Apple Watch的使用者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新增你的备忘录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新增代办事项或者是形势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另外呢 你有没有顺利写出来这个捷径 并且加到苹果手表上面呢 也记得留言让我知道哦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